瑞士选手班西奇记者张家明社 记者两位明台北报道总奖金12 5万美元约376万台币的2017年台北海寿女网公开赛 星级四街班人班西奇 Belinda Bansic在渡营的瑞士内战 周日将与荷兰左手剑螺丝 Aren Chsaros争夺单打冠军 周五晚间班西奇才直落二强压 20岁同梯泰河曼 Jill Valentichman 周六又强碰另一位瑞士的联邦杯战友 哥鲁比克 Voic Tarja Golubik 星级四街班人临场手感胜家 掌控节奏攻势凶猛 只花一小时21分钟 集结6比2 6比4出现 并继去年荷兰交手再度迎球 赛后班西奇信心满满说 季末接连出赛 却没想象中累 或许因为营球吧 希望周日同样攻顶 班西奇成名甚早 方琳二十的他最佳女单排名 曾上冲至全球第七 被誉为瑞士新希望 不过他后来经常受伤 很快敲出百大外 索性年轻就是本贤 班西奇强势付出 前周泰国华星打败谢熟为封后 如今海朔碑又稳定金碑 有机会南瓜背靠背金碑 金吉斯是我从小偶像 但我更想做自己 虽然现在状态还比不上两年前 但我会继续努力 瑞士选手班西奇记者张家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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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选手班西奇记者张家明社